奔驰S450-223车型发动机走动怎么修 这是一台S450-223车型 搭载M256的3.0T直列六缸发动机 车主反应启动车辆后 以表的发动机故障灯不停地来回闪烁 并且还伴随着严重的发动机异常走动现象 车主直接不敢开了 拖车到我们这边来检修了 紧接着我接上Zentry诊断电脑检测 进入密控制单元中 读取到以下故障代码 P056062车载电压存在功能故障 信号比较有故障 以及识别到456缸燃烧断火和车载电压过低等故障嘛 然后再点击进入实际值页面 发现街头87M4的电压为一幅左右不正常 正常电压应该在11V到15V之间才对 根据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个87M-4的供电 这种情况下 我便查阅电路图总结了一下这个87M-4供电部分 那么我是如何诊断的 接下来就给大家伙讲解一下吧 4563个缸同时缺火 这种情况下 发动机机械部分 以及火花塞 点火线圈 喷油嘴损坏概率较小 而我通过电路图得知 这三个缸的点火线圈 够用一个F105保险丝供电 为了验证这个F105 我先迫不及待的 把X30-36的供电插头给拔下来测量 发现三号针角只有2V左右 因为该插头特别容易拔下来 而F152-3机舱保险丝盒不是很好拆 好了既然到这一步了 那就直接拔保险丝吧 先找到这个F105保险丝 再来个测量一下 发现输入端11V左右 输出端2V左右 果然不出所料 它断了 用这个马路边捡的钳子 拔下该保险丝 那么问题来了 保险丝为啥会断呢 对 就是你们所想的那样 它下游的用电气短路了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456缸点火线圈限速破损 导致短路 因为处于涡轮增压气旁 温度较高 散热不好 导致短路 最后 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翻版 记得及时检查一下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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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